你的祷告是为了什么呢? 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猎王记上》第十八章 《猎王王》时期的北国以色列远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还堕落 因为《猎王王》不只拜偶像 他和他的妻子更想把拜巴利变成以色列的国教 巴利在他们的心中被塑造成掌管雨水和丰收的神 但当时的以色列却快要垂死在干旱与饥荒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读《猎王记上》第十八章 《猎王记上》第十八章 过了许久到第三年 耶和华的话领导以利亚说 你去,使雅哈得见你 我要降雨在地上 以利亚就去,要使雅哈得见她 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 雅哈将他的家宰额巴底召了来 额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 耶喜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额巴底将一百个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供养他们 雅哈对额巴底说 我们走遍这地 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西边 或者找得着青草 可以救活罗马 免得绝了牲畜 于是二人分地游行 雅哈独走一路 额巴底独走一路 额巴底在路上 恰与以利亚相遇 额巴底认出她来 就俯伏在地 说 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 回答说 是 你去告诉你主人说 以利亚在这里 额巴底说 仆人有什么罪 你竟要将我交在雅哈手里 使他杀我呢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无论哪一帮哪一国 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 若说你没有在那里 就必使那帮那国的人 启示说 实在是找不找你 现在你说 要去告诉你主人说 以利亚在这里 恐怕我一离开你 耶和华的灵就提你 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 这样 我去告诉雅哈 他若找不找你 就必杀我 仆人却是自幼 敬畏耶和华的 也许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供养他们 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 现在你说 要去告诉你主人说 以利亚在这里 他必杀我 以利亚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君之 耶和华启示 我今日必使雅哈得见我 于是尔巴迪去迎着雅哈 告诉他 雅哈就去迎着以利亚 雅哈见了以利亚 便说 使以色列遭灾的 就是你吗 以利亚说 使以色列遭灾的 不是我 乃是你和你父家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 去随从巴黎 现在你当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众人 和侍奉巴黎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 并耶喜别所供养 侍奉亚瑟拉的那四百个先知 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 雅哈就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 都上加密山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 你们心持两意 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 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黎是神 就当顺从巴黎 众民一言不答 以利亚对众民说 做耶和华先知的 只剩下我一个人 巴黎的先知 却有四百五十个人 当给我们两只牛犊 巴黎的先知 可以挑选一只 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不要点火 我也预备一只牛犊 放在柴上 也不点火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 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显应的神 就是神 众民回答说 这话甚好 以利亚对巴黎的先知说 你们既是人多 当先挑选一只牛犊 预备好了 就求告你们神的名 却不要点火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 预备好了 从早晨到午间 求告巴黎的名说 巴黎啊 求你应允我们 却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 他们在所逐的坛 思维涌跳 到了正午 以利亚嬉笑他们 说 大声求告吧 因为他是神 他或默想 或走到一边 或行路 或睡觉 你们当叫醒他 他们大声求告 按着他们的规矩 用刀枪自歌 自刺 直到身体流血 从午后 直到现晚祭的时候 他们狂呼乱叫 却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 也没有理会的 以利亚对众民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众民就到他那里 他便重修 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 曾领导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 为耶和华的名 逐一座坛 在坛的四围挖沟 可容谷种 二细亚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 把牛犊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 倒在凡祭和柴上 又说 倒第二次 他们就到第二次 又说 倒第三次 他们就到第三次 水流在坛的四围 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现晚祭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 进前来 说 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 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名知道你 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是你 叫这名的新回转 于是 耶和华将下火来 烧尽繁迹 木柴 石头 盛土 又烧干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 就俯伏在地 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他们说 拿住八例的先知 不容一人逃脱 众人就拿住他们 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 在那里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亚哈说 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 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 亚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去身在地 将脸浮在两溪之中 对仆人说 你上去 向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 说 没有什么 他说 你再去观看 如此七次 第七次 仆人说 我看见有一小片云 从海里上来 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亚哈 当套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挡 下时间 天因风云黑暗 降下大雨 亚哈就坐车 往耶色列去了 耶和华的灵 降在以利亚身上 他就树上腰 奔在亚哈前头 直到耶色列的城门 以利亚向神祷告说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使这名知道 你 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 是你叫这名的新回转 以利亚求神彰显能力 并不是为了展现自己 才是真先知 或是要公开修入巴黎的 假先知 而是他真心渴望 每一个百姓 都能在这一刻悔改 认识神 领受他的怜悯与恩典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为人祷告 要得医治 得祝福时 只是希望神机展现 还是真心渴望 他的灵魂得救 认识主呢 相信这是以利亚先知 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提醒哦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在每一个祷告中 彰显你的能力 医治更多的灵魂 能回转向你 领受你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每天领受神的恩典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